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7月5日 今天是星期五 來到星期五香港時間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時事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 5月30日 今年是甲晨年農曆 今天晚上最新的消息流出 是關於 香港網約車的問題 根據 香港媒體報導 政府消息流出 說這個 預計接下來要有的網約車平台 裏面 的汽車需要 是有牌照的 暫時未定 是發牌數目 即是說 香港本身 有所謂 是 發牌 而這個牌 叫做出租汽車許可證 而出租汽車許可證 基本上 香港政府 已經很多年沒有發過新的牌照 即是甚麼意思呢 如果消息屬實 如果消息屬實的話 即是說 網約車平台 不單止等於 沒有搞過網約車 變相等於是立法 是規管 是網約車才對 是很精彩 為甚麼很精彩呢 因為 又搞大攬炒 這節我們繼續詳細揭露之前 請各位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在香港的朋友記得主要用免費方式支持我們 方法仍然非常簡單 繼續打開我們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敬請在香港的朋友 記得支持 在海外的聽眾 除了支持 六部曲還有免費模式之外 敬請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我們說 如果 變相 又有滴滴打車 又有高德打車 來搞了一大輪的話 都是等於還原原狀的話 整件事就厲害了 超級攬炒 我們早前跟大家做了很多節目 是猛烈評擊香港的的士業界的 當然 評擊香港的的士業界的 當然不只是我 是整個香港 都在聲討 是惡劣的的士業界的 如果你覺得 我 要被迫在香港搭的士 我是受害者 所以 香港政府決定 要益的士的話 不好意思 你就徹底捉錯用神 第一 我根本不在香港 第二 我對香港的的士評價 除了我個人的經驗之外 基本上 是整體香港整個社會 對香港的的士 評價 如果不是的士人 完全不受規管 基本上也不會發生 也不會去到今天的狀況 所以為甚麼我是大攬炒呢 如果我們這些反對派媒體 評論每一件事 香港政府都會向相反方向進發的話 那就厲害了 我 會批評的士 批評得更加嚴厲的 讓你香港政府 一面倒支持香港的的士 最終 反彈和反誓的 就是香港 他們口中所說的愛國愛港市民 因為 肯定受害者 就是留下 在居住的人 更加離譜的是甚麼 現在目前 對於 網約車 例如 Uber 基本上 是隻眼開隻眼閉的狀態 但是如果你說消息流出 最新 的網約車平台必須要有領牌照的話 而政府又不打算 再發新牌的話 即是說原來講了那麼久的資訊 根本不是要改善任何 網約車的制度 而是無端端 要立法規管網約車 話說這個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就著 最新規管網約車平台研究結果發表 是意見的 說 向不同黨派的議員講解 消息說 就是當局現在建議 網約車平台必須 要確保車隊有出租 汽車許可證才可以經營 即是說其實根本搞那麼久 原來就不是 是要讓這個 是網約車 是可以 在香港是正常運作 原來咨詢了那麼久 就是要變相 是握殺這個 是Uber 即是說 咨詢了那麼久 原來不是想改善那件事 是想倒轉 是限制那件事 你說多好笑 任何一個世界的地方 尤其是歐洲這一邊 如果說新法例容許 電動交通工具 你跟著跟我說 其實 我們原本有制度 全部要發牌 牌不會再發新牌 這樣 不單止不是叫把那件事合法化 而是徹底把那件事 是由原本灰色地帶 變成立法規管 然後變成全面禁止 所以為甚麼我說是真正的 超級攬炒 本身 已經夠好笑了 你猜 香港反對的士那些人 全部是黃絲嗎 其實很多 藍絲市民 坐的士也會受害的 你要限制Uber的話 邊廂也是一個攬炒 香港本身已經夠討厭 也不僅 你還要限制Uber 也有 不少議員 這位是魏立法會的魏議員 說政府的提議根本等於 是要騙殺Uber 根本是完全向 的士業界傾斥 令人難以接受 然後有實證元卓 的田北辰 出來說 他說如果當局一旦規管網絡車平台的話 現在 現時提供服務大概有一萬架白牌車 將會縮減到 只有一千多架 即是說沒有了90% 到時社會將會有強烈反彈 政府要考慮如何填補空間 填補方法 第一你必須要增加出租汽車許可證 當局目前還沒有 任何關於提供 發牌 制度 而且 又是變了要拿牌 如果香港 有的士牌 服務質素就會高 香港也不用輪落到今時今日的地步 說的是的士業界 如果香港 真的 搞到這樣的話 香港將會 不單止世界所有的大城市 入面 徹底墮後 還要落後於中國內地 繼續成為 全世界的哨柄也不單止 還要成為內地的哨柄 所以如果你真是要 一刀切 傾向香港的士 幫香港的士 嘗試為他們的牌駕搶救的話 這件事真的如不可及 如果這個方式是可行的話 樓價也不用擔心的 為了搶救 業主和地產商 大可以 將香港 的土地供應全部取消 將供應房屋取消 居屋取消 如果你覺得一個城市可以這樣運作 去搶救某個行業 排價或者樓價的話 其實是很好笑的 因為我根本不需要 一定要留在這個地方 有很多人會選擇離開 目前如果正在駕駛Uber 正在駕駛Uber在香港賺錢的人 就會被迫離開 按照目前 的諮詢結果 根本等於 立法規管Uber 根本不是 容許有望弱邪 本末導致極限 差不多 絕大多數的亞洲城市 其實一早已經有望弱車 香港是打算倒反轉 另外還有 網弱貨車 例如GoGoVan 都會遭殃 即是 諮詢了那麼久 原來在搞的 是的士排2.0 你說多好笑 簡直是超級濫潮 當然 在香港被迫生活的人當然笑不出 但是情況就是如此 就是你 香港 你越是對他有期望 他越做相反的事情 香港政府 真厲害了 從來沒有人令人失望 徹底 堅決與民為敵 我們這節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雙人房、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請保留 請保留 稍後 留一個月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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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